真的是太让人心酸的 邻居的房子要被法拍了 大家都知道法拍的价格 比正常的市场价要便宜非常多 有可能是70%到90% 现在的市场行情 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房子降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想象 所以说每天来邻居家看房的人 还是非常的多的 就是隔壁的邻居叫王姐 也是边哭边收拾东西 家里面还有个三岁的女儿 还在旁边玩着 因为毕竟年纪小 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让人心酸又同情的一幕 是发生在湖北的武汉 隔壁的王姐是2017年的时候 在武汉内环320万买了一套房子 他们家的家里还算比较殷实 因为家里面都是做生意的 前几年做的还是蛮风生水起的 很多人也都没有羡慕他的家庭生活的 就是在武汉也算是一个中上水平 但是因为家里面做生意 很多资金都被套牢了 所以说当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不像银行贷款也是不可能的 一下子拿出300多万 他们也困难 他们手里也没有多少现金 所以说当时也是东拼西凑 问父母借 问亲朋好友借 好不容易凑够了首付 就是30%的首付 大概有100万左右 剩下的220万 就全部给银行贷款了 当时贷款的利率还是蛮高的 他当时办的好像是建行 还是哪个银行的 5.8的利率 前几年上车的业主 包括买房的 真的是厂子毁青了 现在3点多 自己5点多 真正差了两个点 这一个月要起码比别人 多还几千块钱的房贷 真的是让王姐万万没有想到 非常崩溃 难以接受的事 就是6年之后 这个房子竟然在三年疫情之后 整整跌了一半 现在就是160万 他自己已经挂出去 将近半年的时间 依然是看房的只有两三个 别人还都是非常不满意 现在很多人买房都是 完全完全全是买房市场了 那么多新的商品房 为啥要买二手房呢 所以说房子也最终是没有卖出去 再加上这几年 整个的生意也不景气 整个的家里的资金 包括整个公司也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资金完全是周转不开了 王姐从2017年开始还房贷 每个月的房贷将近有1万5左右 然后还了将近6年的一个时间 总共是还了将近80多万 他自己算了一笔账 我还了80多万 整个借银行是借了220万 是不是我现在整个欠银行 还有140万 结果就完全出货的这一了 他完全是想多了 后面的王姐在银行上面查询了一下 才发现一个让自己非常难以置信的一个事实 就是自己这6年的时间还了将近80多万的贷款 然后本金只有10来万 18万左右 剩下将近60多万 全部都是还银行的利息 这些年往往全全都是在给银行打工 就是去年的王姐也是怀了一个二胎 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时候 整个疫情的影响 家里面真的是生意这几年特别的不景气 也是借了很多的外债 欠了银行很多的钱 包括各种借各种周转 家里面每天包括上门吹债的 包括电话吹债的 真的是让王女士怀着二胎 然后分享心神不宁 就想着能不能把这套房子给卖了 然后套个线 把倩子钱先还上一点 试一点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但是万万没想到 就是房子挂出去之后 人家房产中介直接就说 现在你的房子160万都不值 有可能只能卖140万到150万 那王姐就直接崩溃了 我300多万买的房子 现在只能卖140万150万 我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上 我还卖它干啥呢 于是他跟劳工商量之后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大家知道是什么不归之路吗 在这里一定要把视频认真的给看完 就是走上了断供之路 也就是这几年很多人会选择的一条之路 断供 他们起初的想法就是 这个房子本来就抵押给银行了 我大不了不返月供了 然后到时候银行把房子给收走 收走成为银行了 我这个房子不要了 大不了就是不要了 破罐子破摔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事情 完全没有按照他们原来想的来发展 就是接下来的五个打击 是一次比一次沉重 让他们彻底的崩溃 彻底的接受不了 断供之后银行也催了王姐很多次 但是他依然是不还 感觉无所谓 后面就是法院 就开始把整个房子的查封 然后评估 然后拍卖 最终的市场拍卖价 大家想一下可以是多少 本来是可以卖160万的房子 最终是128万成交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减漏 没有人买 别人直接128万 减漏了一个320万的房子 相当于是 你拿到这120万之后 还给银行之后 还道歉银行80万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还道歉银行80万 当然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 还有什么违约金 律师诉讼费 什么保全费 各种贵用 打起打巴的算下来 还有20多万 相当于是 我不仅欠银行80多万 还欠各种其他的外债 又加起来100多万 并且呢 你是要彻底还完这100多万欠款之后 才能给银行结出 那个什么抵押贷款 那个合同 才算跟银行完全没有什么债务纠纷 事情到此 大家是不是想到结束了 远远还没有结束 因为王姐他们一家 那个违约失信 包括断供 直接就上了一个征信的黑名单 像以后之后 他们再想向银行贷款 包括车贷房贷 根本就不可能了 自己小孩的教育 上学也受到影响 而且自己以后出行 想去旅行 坐高铁 坐什么动车 飞机都要被受到限制 真的是出行 有可能是寸步难行 本来原来以市场价160万卖掉 有可能只欠银行40万 但是经过他们的一番骚操作 一番破罐子破摘之后 还道欠银行100多万 最后一家四口 只能从自己豪宅里面 几百万的大房子里面 搬到一个出租物里面 现在勉勉强强的在过生活 真的是让王杰一家 肠子毁清 异常崩溃 真的是感觉是 接受不了这个变局 我平时也经常的开导他 所以说在此也是提醒各位 提醒各位买房的 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要不自量力 就是接各种款去上车 要想象自己月供 到底能不能还上 而且就算还不上 一定要想各种办法 千万不要断供 千万不要断供 断供之后的后果 真的是我们普通人 承受不了的 哪怕是他们中产阶级 有钱的人都承受不了 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武汉呢 遍地都是俄罗斯美女啊 他们来到武汉 到底是干嘛呢 靠什么谋生呢 背后的真相呢 真的是让国人感到自豪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江汉路步行街 是不是有很多的帅哥美女 特别是美女啊 特别的靓丽 穿着呢都特别的清凉 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最近呢 我们在武汉的街头啊 大街小巷 也是发现了很多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通过询问呢 才得知他们都是俄罗斯的啊 这么多俄罗斯美女 来到这个武汉 这个大都市 到底是干什么呢 对本期视频 对俄罗斯美女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给视频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接下来言归正传啊 大家都知道 我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的不一般 也是铁兄弟铁哥们嘛 我们经常称呼他们为老大哥 这样呢 两国的交往呢 就非常的密切 包括两国的贸易交往 包括两国的人员交往啊 特别是 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美女啊 都拥入中国 特别是拥入武汉啊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那边是 女多男少嘛 很多俄罗斯美女 也是金发碧眼 肤白貌美 大长腿 也是很多中国男人的一个 梦中情人啊 就是梦中老婆的一个标准 不但呢 中国男人呢 对俄罗斯美女情有多中 俄罗斯的美女啊 对中国男人也是青睐有加啊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就听说 中国的男人呢 是非常的勤劳 普世 顾家的 然后还爱老婆 所以说呀 他们来到中国 来到武汉 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合适自己的丈夫 能够在这边呢 定居工作 生活 甚至在这边生儿育女 长期的在中国发展下去 那么你像这么多的俄罗斯美女 来到武汉 他们到底靠什么生活 靠什么谋生呢 其实呢 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因为呢 中国人民 特别是江城人民啊 对俄罗斯还是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友善的 包括整个的就业环境 包括整个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发展趋势 是远远好于国外很多国家的 特别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现在 整个的大环境 也不是特别的好吗 国家正跟乌克兰那边 可能有一点 小问题 小冲突什么的 两个国家也是在闹矛盾 所以说呀 俄罗斯的美女 来到中国之后呢 就是包括她的生活环境啊 她的安全环境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保障 同时呢在中国这边找工作也是非常的好找的 你像他们本身就精通俄语嘛 来到中国这边 然后很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 可以让他们来当翻译 然后一天呢 也可以得到不少的一个报酬 再加上很多俄罗斯美女本身个子非常高挑 一米七五以上 包括那个金发碧眼 在中国电子商务这么发达的社会 充当一个模特帮别人拍拍照了什么的 一天呢也能得到很多的一个外快收入 远远比他们在俄罗斯那边的卤币是要高很多的 另外一点呢 很多俄罗斯美女来到武汉之后呢 也做起了一个商务接待的工作啊 因为在中国这边商务接待 包括老板接待也是非常的盛行的 加上他们本身自身条件非常优越 随便搞一个商务接待 包括乌拉乌拉的一个翻译 什么商务邮 包括什么的宴请的什么的 一天的基本上能拿个两千三千块钱的一个工资 是非常简单的 再加上呢 武汉这个城市生活成本非常低 物价非常的低 非常易居啊 所以说很多俄罗斯美女啊 在这边赚到钱赚到外快之后呢 就深深的爱上了这座城市 发誓呢 一定要在武汉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老公 一定要在这边定居下来 大家觉得大量的俄罗斯美女都拥入武汉 都在这边工作生活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呢 大家支持呢 还是反对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您的观点和看法 谢谢大家